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在美国的加州 有一名女子叫亚历山德拉 发生了车祸 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 另一名女子丽莎将其救出 亚历山德拉在车祸后瘫痪 后来亚历山德拉就把丽莎告上了法厅 称其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 加州议会以75对零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条款 其实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不罕见 这种条款也被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 或者善良撒玛利亚人 这是源自一个古老的圣经故事 是指既没有法定义务 也没有约定义务 而出于内心的这个道德要求 无偿对他人进行救助的人 因救助他人的疏忽 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 因过失而免除赔偿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 是十分必要的 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的民法总则 也有一条类似的规定 第184条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迷失责任 当然这里强调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 就是紧急救助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一个是行为人自愿 无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 第二是情势急迫 第三是行为人为了防止损害的扩大 第四是需造成受助人损害 而非第三方人的这样一个损害 实际上在我们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下 成员人也有因为过失可以免责的条款 在18世纪 由于民商法契约自由原则的产生 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成员人 就开始希望摆脱英国普通法下 严格责任制的这样一种束缚 能够自由地与托予人定立各种免责条款 再加上各航运大国保护航运的政策 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了传统很多的支持 从而使得成员人的实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 提单中的这个成员人免责事项 多达六七十项 这一时期成员人的权力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随后产生的海牙规则 海牙威斯比规则 对七宗部分免责事项就以公约条文的形式加以确认 七宗就设计一条 成员人的船长船员受雇人员 因为航海过失造成的货物面世损坏 可以免除赔偿责任的规定 当然1978年的汉堡规则和2008年的路特丹规则的出现 成员人的免责条款又开始被一步步削减 可见在整个航运发展史上 随着航运与贸易的发展 以及传货双方利益平衡和博弈的结果 成员人的权力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总的来说 对于我们国家海商法而言 海商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成员人 享有如下几种权利 一 成员人享有法定免除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二 成员人享受单位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第三 成员人对运费 亏仓费 吃鸡费 供奴海损分摊等费用 以及相关费用的请求权 以及因托越人过失造成的成员人损失等等 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四 就是成员人货物留置权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最大限度的法定免责权 根据我们国家海商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 在责任期间内货物发生的蔑视或者损坏 是由于下令原因之一造成的 成员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一项 船长 船员 银行员或者成员人的其他受雇人 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 通常我们也把这一项称之为航海过失免责 二 火灾 单是由于成员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 三 天灾 海上或其他可航随的危险或者意外事故 四 战争或者武装冲突 五 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行为简易限制或者司法扣押 六 罢工停工或者劳动受到限制 七 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 八 托越人 货物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的行为 九 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 十 货物包装不良或者标志欠缺不清 十 一 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传播潜在缺陷 十二 非由于成员人或者成员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 那么成员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 也就是火灾规定的这个原因之外呢 成员人是应当负举证责任的 由于以上这十二项法定的免责是成员人能够享受的最多免责事项 那运输合同当中呢是只能减少免责事项 而不能增加 否则呢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称之为成员人的最大限度法定免责 那么中上所诉呢 我们可以把上诉十二项内容啊 分为这样以下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航海过失免责 也就是上诉的第一项 航海过失呢 又可以分为驾驶船部的过失与管理船部的过失 这样两类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驾驶船部的过失 所谓驾驶过失呢 就是指啊在采取船部移动措施的时候呢 判断错误导致了这个祸损 主要是指因为船长船员银行员 他们在驾驶或者是操纵船部上的这些疏忽过失 造成了船部促交啊 搁浅啊 碰撞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海南事故导致的祸损 那么这样的一种损失呢 成员人是可以免责的 包括船部航行已经停泊操纵上的这种过失 航行操纵过失主要表现为船长船员或者引航员违反国际性或者地方性的这种避碰规则 例如没有在船部航行当中保持正当的瞭望 没有以安全航速航行 没有对碰撞危险加以正确的判断 没有适当的采取避让措施等等 违反良好船艺的要求 例如没有顶风浪 挂扣码头 而造成了船部碰撞啊 除胶啊 搁浅啊等等这样些事故 导致了货物蔑视或者损害 而停泊操纵过失呢 主要是指在船部毛泊或者细泊中的过失 例如毛泊的位置或者方式不当 细泊所用的缆绳数量不够 或者细泊的方法有错误等等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管理船部的过失 管理船部的过失呢 又被称之为管船过失 是指船部航行过程当中 欠缺对于船部应有之注意 在保持船部各个机械正常运转 维持船部的有效性能 和有效状态方面的过失行为 例如船员忘记给锅炉加水 或者因为疏忽呢 错误的将燃油泵入了其他管阀等等 那么对于管船过失造成的这个祸损呢 成员人是可以享受免责的 那这里的管理船部 既不是船部的经营管理 也不是船部上呢 对船员的日常管理 而是对船部本身性能 及状态的管理 例如轮机员操纵机器不当 致使机器损坏 导致船部失去控制 轮机员在开关阀门的时候 失误是燃油浑水 船部失去了动力 船部在大风浪中航行 船长没有采取适当的压载措施 以维持船部良好的稳性 致使船部轻负等等等等 而与管船过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管货过失 那我们在前面也讨论了 我们国家海商法第48条规定 成员人应当妥善的 谨慎的装载 搬移 集载 运输 保管 照料和卸载 所运货物 可以知道这个管理货物 是成员人的一项基本的义务 所以如果出现管货过失的话 成员人是不能免责的 那管货过失不能免责 而管船过失成员人是可以免责 因此判定成员人是否可以免责 区分管船过失和管货过失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判定的标准呢 就是目的说 也就是说 采取该行为所针对的目标 是船还是货 例如一条船在航行当中遭遇了大风浪 需要往压载舱打压载水 以提高船部的稳性 结果船员勿将海水打入了货舱 使货物遭受了失损 那么由于船员的这个行为的目的是管理船舶 所以这个过失呢 我们属于管船过失 又比如说某一条船呢 在运了水泥 航行途中呢 船员为了进入货舱 查看一下舱内的货物 就打开了这个舱盖 结果出舱的时候呢 就忘记把这个舱盖盖上了 后来因为凸降大雨 这个雨水呢 就进入到货舱内 使货物受到了损失 那么由于船员的这个行为的目的 是针对管理的货物 所以呢 这个过失就属于管货过失 因此成余人要对这个货舱呢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类呢 就是火灾免责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二项 火灾造成的货物密室或损坏 除了直接被烧坏的 或者烟熏造成的之外呢 还包括采取合理的救火的措施过程当中 所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 比如说我们像着火的过程当中 又注入了海水 结果造成了那些没有被着火的货物呢 受到了这个失损 像着火的货舱呢 喷洒化学的灭火剂 而造成其他货物的污染损害 那么灭火过程当中呢 货物因为被踩踏而造成的损失 等等等等 都包含在这个范围之内 根据对火灾免责条款的理解啊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种情况 如果是由于船员过失或者原因不明而产生的火灾 那么成员人当然是可以免责的 但如果是由于成员人本人的过失造成的火灾 成员人就不能免责 例如成员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轮机员经常在机舱内呢 违章明火作业而没有加以制止 那么再比如说成员人为了骗取这个保险金啊 就指使了船员纵火烧毁了这个船舶 所以当成员人是公司的时候 成员人本人的过失 除法定代表人的过失之外 也包括了公司当中负责具体工作的管理部门 或者管理人员的过失 所以这里面请注意啊 船长船员呢 他不是成员人本人的情况下 而是成员人的受雇人 因此呢 他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火灾啊 造成的祸损 成员人还是可以免责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